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闲道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 糖尿病成了一种寒烈的病, 现在正在逐年呈现低龄化的趋势, 甚至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都有很多患上糖尿病的。 中医古籍中提到了, 五脏皆脆弱者,善病,消胆, 意思是说,患病主要是跟人体自身的情况息息相关的, 体弱则易感风寒, 胃弱则少时胀气,就是这个原因。 那么糖尿病的主要人群, 就是平时食欲旺盛,不加节制的人群, 以及经常操心, 情质淤解,身体消耀的人群, 所以说,只有胖人才的糖尿病正是明显的错误区大。 中医中其实并没有糖尿病这个名词的, 中医认为, 糖尿病的相关病症主要由于腹脏虚肠, 阴阳失调所致的, 主要的外表表现就是血糖高, 特别是餐后血糖值, 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标准。 血糖高, 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糖分过高了, 也就是通常大家说的三高其中的一高, 另外两高分别是高血压、高血脂。 专家表示, 我们必要重视血糖高, 积极地做好预防, 必用这种疾病对于我们的身体, 会带来严重的伤害。 平时生活中, 在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防范的, 新鲜的蔬菜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降低血糖。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让食物变得不那么好消化,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含有天然的酱糖植物化合物。 今天我们用几种蔬菜, 给大家分享一道酱糖的美食。 用到的食材做法都非常的简单。 我们先来准备一根苦瓜。 苦瓜具有特殊的苦味, 深入大中的喜欢。 苦瓜不仅口味独特, 还具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。 苦瓜虽然很苦, 但从来不会把苦瓜传递给其他的食物, 所以它又有菌子菜的芽成。 苦瓜中的水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, 具有降低血糖、美容等功效。 苦瓜中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多态, 食用后可使血糖明显地降低。 苦瓜对于糖尿病患者有明显的降糖作用, 因为苦瓜对于不分收藏的胰岛素细胞恢复, 却有一定的效果大, 而且可以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壁的吸收。 苦瓜具有较为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。 维生素对于糖尿病患者, 参后血糖的控制以及体内的管控是特别好的, 所以适当地吃一些苦瓜,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进行血糖的调节和体重的调节, 还能够增加膳食纤维, 更有利于改善体重, 改善便秘, 对于参后血糖的控制特别有益的。 同时,苦瓜的含量特别的低, 属于生糖指数偏低的食物, 能更好地控制血糖和血脂, 能改善代谢综合症, 改善肥胖, 预防残后血糖的飙升。 再准备一小把干木耳, 我们加入温水, 再来一勺面粉, 抓一把白糖, 抓拌抓拌, 抓拌均匀, 浸泡一会儿, 把木耳泡开。 干木耳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, 是较为有益的食材。 黑木耳中含有特别多的维生素, 适当地吃一些能够补充维生素, 能够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菜后血糖的有益。 二型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腹胀, 便秘, 以及肠胃乳动解脉的情况。 黑木耳中的膳食纤维, 能够有效地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上瘦的症状。 黑木耳具有一个看癌防癌的作用。 糖尿病患者症状如果发生了, 危险是普通人的四倍以上的。 所以适当地吃一些黑木耳, 对于糖尿病患者身体有很多的益处的。 再准备一颗西红柿, 我们用清水淘洗干净。 清洗西红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食盐洗, 因为西红柿的果皮有一层果胶的果辣是不可以食用的。 加入食盐可以洗得更加的干净, 去除激素果辣才用到农药。 西红柿的含糖量极其低大, 可以忽略不计。 糖尿病患者无论是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, 都可以吃西红柿的。 甚至可以把西红柿当到水果来食用。 西红柿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, 能有效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症状。 其中的番茄红素, 对于糖尿病产生的自由基, 有很强的消除作用。 能保护血管和各种器官。 西红柿中的果糖, 葡萄糖, 以及维生素和营养物质, 对于肝脏, 心脏等器官都具有很好的保健功效。 所以经常吃西红柿能够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。 西红柿的妨碍抗氧的作用应该起到很好重视的。 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是一种胡萝卜素, 西红柿的含量是最高的。 西红柿的颜色越深, 其含量就越高。 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比β胡萝卜素还要强。 能够缩小肿肉的肌体, 延缓细胞的扩散进度。 因而西红柿被称为抗氧能手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 我的木耳泡发好了, 再用手使劲地抓拌抓拌, 把木耳清洗干净。 我们泡发木耳的时候, 加入一勺白糖, 可以促进木耳的泡发。 那么加入面粉呢, 可以把木耳清洗得很干净的, 因为木耳沟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清洗的,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。 加入面粉可以把木耳清洗得特别的干净, 用手使劲地抓拌抓拌, 抓拌好之后, 再换两面清水淘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木耳主要的成分有蛋白质、 维生素、 碳水化合物、 脂肪等营养特别的丰富。 木耳中含铁量极为丰富的, 能够预防和改善缺炼性贫血。 黑木耳中含有维生素K, 能够减少血液凝块, 预防血栓形成, 有预防动脉硬化和关系面的作用。 准备两颗小鸡蛋打入碗中, 硬快地搅拌搅拌, 把鸡蛋打散。 打鸡蛋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打一会儿, 打热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, 无人做什么都好吃的, 都不会老。 接下来起锅烧油, 少来一点就可以了。 油热以后把西红柿丁倒入锅中, 翻炒一会儿, 炒入西红柿的汤汁, 这样口感吃起来会特别的好吃, 很香的。 我们再把苦瓜、木耳倒入锅中, 然后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些, 搅拌搅拌, 中小火焖煮20分钟。 焖煮好之后, 我们把鸡蛋液倒入锅中, 这会儿就可以关火了。 我们加入一勺食盐调味, 再来一勺生抽, 别的食材不要放了。 这样喝起来吃起来原汁原味, 特别的鲜, 很好喝的。 用这几种蔬菜混合到一起搭配, 营养特别的丰富, 对酱血糖有很好的帮助的。 我们平时可以多倒的汤来喝一喝, 不仅能够把血糖控制的很好, 还能够把体重控制的很好的。 糖友们想要高效的控制好血糖, 就要做到少食多汤的饮食方法。 想要控制好血糖, 除了吃饭以外呢, 饮食清淡, 少食多餐, 我们还要多多一些运动的, 饭后走一走。 对于糖尿病人而言, 在某一时间段的集中升高, 造成血糖失控, 如果长期不吃饭, 又容易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, 所以我们要尝试少食多汤的方法, 这样更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稳定血糖。 好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一起讨论哦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, 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